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蜗眼选修自动化工程导论 我是台湾科技大学 蔡明忠 现在我们要介绍第11单元 自动化装配概论的第三部分 自动化装配作业的基本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自动化装配作业的基本技术 包括产品设计的配合技术 以及前面所提到的自动化装配的主要内容 包括零件的供给技术 零件的仪位跟定位技术 还有产品的结合技术 我们来特别强调产品设计配合技术的重要 在自动化装配方面 有关产品设计的一些原则 设计时应以意义装配来做考量 设计时应该考虑意义供料 意义整列 意义定向 意义定位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好的设计 事实上 后面的自动化装配可能会发生困难 那设计时应以 意义装配做考量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第一 产品规格化 与零件的标准化 第二 可以朝向减少装配作业的次数来设计 这样就可以简化装配作业 而且可以力求装配方向的一致性 就可以减少减少机构的复杂度 而且要设计意义导入的装配方式 减少公差的配合需求 另外装配时最好有稳固的机座 以方便它的定位 接下来我们介绍减少装配次数的案例 图中 上面就是做零件的删减 零件删减后 一样可以达到我们设计的功能 这样就可以减少装配的次数 那图下方就表示 预先制作固定端 让装配次数可以减少 也可以方便它的定位 另外像 透过零件的这个整合 图上方 表示也可以减少装配的次数 另外 涂下方是透过材质的变更 让零件可以变少 这样一样可以达到降低装配的次数 增加自动化装配的容易度 再来我们看一下装配方向的一致性 涂上方装配方向 因为有干涉的问题 造成装配没有办法 靠单一的方向进行装配 所以透过设计的调整 让装配可以用简单的方向可以来进行 图下方也是一样 原来装配方向需要有XY方向 经过变更设计 我们可以只要单一的方向 XY也是一样 可能原来需要三个不同的方向进行装配 那经过调整设计 可以达到单一方向的装配方向 另外一导入的装配案例呢 比如说左上方可以增加倒角的方式 可以减少公差的配合 B呢 避免整条长度的净度配合 不需要净度的部分 可以做一下变更 那第一 三个Case 插合的部分避免同时接触 这样就可以增加装配的容易性 另外如果会产生卡料问题 那透过适度的修正 可以避免卡料的问题 还有在设计时 应考虑到预以公料 整列定向定位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要容易做系统性的储存 比如说可以堆叠 也可以设计成立整列跟定向 比如说有很明显的这个定向基准 也应考虑到避免零件的纠缠 或是互锁 避免重叠或自锁的设计 如果可以预知起重心位置 当然可以增加整个平衡的动作 还有异定位的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图例 左上方就是利用一些导角作为定向 让上下可以做区隔 那图B呢 增加零件本身的特征的明显度 这样可以一以分辨 那C的部分呢 也可以透过对称的设计 可以减少一些自由度的需求 第一呢 也可以做过条件 让功能一样 可以意定向 那避免纠缠的部分呢 可能纠缠的部分 像图走 临近开口 尽量小 右边弹缠部分 做一下壁口端 或改成分段的方式 这可以减少到纠缠跟副锁的问题 那像自锁 也是一样 接触面积够大的 那可以调整一下 让接触面积比较小 可以减少到摩擦力产生的 这个自锁问题 右边也是一样 可以增加突然 让堆叠的时候 可以一以脱离 那如果可以知道它的中心位置 在零件运送当中 就可以增加它的稳定度 所以这个是设计的时候 可以做一下调整 让中心的位置可以预先知道 并避免 像图右 中心就不宜太高 就可以增加材料运送的稳定度 那一以定位的设计也是一样 对于精度的需求 你可以做一下 像圆孔变成椭圆孔 那在装配的时候 就可以以进行装配动作 减少定位的需求 还有可以设计成自行定位的设计 不要考虑到 会有不稳固的定位问题产生 来回顾一下这单元的重点 这单元我们介绍到 自动化装配的基本技术 也就是说设计的一些原则 希望能够朝 意以装配的方向 包括意以整列 意以定位 意以定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个小单元 我们将继续介绍 自动化装配昼夜零件的供料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